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直线方程式的求法 其中我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叫做两点式 为何为两点式呢 就是因为两点可以造就一条唯一的一条直线 可是我老师的话呢 是建议各位同学不要去背两点式的公式 因为其实两点式的公式就是点斜式的公式 我们建议各位同学使用的是点斜式 过一点一个斜率 我们建议各位同学的话呢 是背这个公式 因为这个公式真的是比较简单又常用 我们只要一个点一个斜率 就可以造就一条直线方程式 那么两点式是比较快一点 可是我们也不会很慢 因为我们先算一下它的中间的斜率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三四 还有呢 负一二 这两者之间的斜率 来 AB的斜率是多少 很简单的 X-X Y-Y就可以了 好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就这样子算 X-X X在楼下 所以是三减掉 负一 所以是四 四减掉二 是二 所以我们的知道 这两点之间的斜率是 二分之一 再过来就直接带点斜式了 那么各位同学 你喜欢带三四 还是负一二呢 那么答案都会一样 因为二分之一就是这两点之间所造就的 所以你带前面的点 带后面的点 答案都会一样 因为都会通过 那么我们就带三四好了 那么这个答案就是 Y-Y0 等于M二分之一 刮虎X-X0 就是三 那么至于说 要不要再继续化简 那看各位同学了 其实也并不麻烦 两边同乘二 然后再合在一起 合并就可以了